身為領導人 你不只要獵人的企圖心 你還有農夫的耐心跟毅力 這是給各位 成為領導人一個建議 建議的態度 和鏗鏘有力的演講內容 鑽石直系直銷商黃冠凱 一出場就震撼人心 因為他從小看著父親辛苦打拼 還灌輸要節省的觀念 讓他差點把夢想也省去 黃冠凱用猴子有尾巴 卻又想變成人的故事 說出他想改變的心智 砍掉要有勇氣 不砍掉必須更有勇氣 因為你必須帶著尾巴走一輩子 帶著這樣子沒辦法實現的人生理想走一輩子 很多人認為成功者是少數 成功者本來就是少數 因為敢砍掉尾巴的就那幾個 找到創業目標 黃冠凱毫不猶豫勇往直前 雖然出席家人不支持 但他回首過往 只說成功不是靠條件 而是有想法 尤其身為領導者 更要放大眼界格局 以身作則 你不成為大樹 你就沒有辦法吸引到鳥兒 來你的樹上築巢 我們必須先讓自己成為一個大樹 你必須不斷地成長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不能只動嘴講 我們必須要動手做 如今能站在夢想舞台 分享自己在成功路上的點點滴滴 只要想法不設限 未來沒有極限 黃冠凱要讓世界看到 他主動改變的勇氣 更看到一個冰刀者的風範 安理新聞 陳麗雲 廖俊潮 台北報導 餐廳的 影響 和 meidän 隊伍 sú